大家好,我是空菜 我現在在學校門口等小朋友放學 然後一我接完小朋友,我們直接去一般路吃一個牛肉餡餅 到了啊 給我來個牛肉餅,然後來個樹下的 來兩碗小米粥 然後來一個豆腐生 豆腐生,韭菜的,還有牛肉餡餅 兩碗粥都上來了,先我們來試一下 先來個豆腐生,我加了點辣椒 先來這個樹的 是韭菜雞蛋的,然後這一個是六塊錢 很大個啊,滴汁水 腳皮非常脆,然後裡面是那個韭菜 毒油的香味 沾上一點醋啊 我覺得這挺好吃的啊 我覺得這挺好吃的啊 現在來看一下這個牛肉餡餅啊 沙皮兩下 兩人下,然後沾個皮 真的是啊,試一下 表皮吃起來都是比較脆 然後這個餡料調製的鹹蛋我覺得挺好 也不錯耶,挺鮮的 大家要錯啊 很簡單的搭配啊,但吃起來很舒服 裡面的牛肉餡還挺厚的啊 剛剛那個牛肉餅已經吃完了 然後裡面人真的太多了 我們在外面簡單說兩句吧 我們到的時候快快一點了 然後這個店就很小 大概有六到七張桌子 還基本上都是滿桌啊 就是人比較多 然後點了一個牛肉餅 一個樹的 還有一個豆腐車 還有兩碗粥 那個牛肉餅的話是十三塊錢一張 我覺得那個可以啊 就是那個真不小 然後味道也挺不錯的 三瓶兩下 然後那個樹的是那個韭菜雞蛋下的 欸那個個頭真的很大 六塊錢一張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划算 你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來個樹的 然後來一碗粥七塊錢 搞定一頓飯 我覺得一個男的 基本上都可以吃蔥了 對 總結一下就是一家環境 比較一般的小店 然後那個餡餅的分量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味道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 我估計沒看我昨天視頻的小伙伴 肯定要問我剛剛指甲上 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啊 給大家展示一下 這是我昨天跟飼養員去吃海底撈 然後做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美甲 就做了它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自己會掉啊 當然啦 都暗示了這麼明顯了 大家都懂吧